左官伸展台也习惯对着镜头甜美微笑 但刘勋爱申评第一次记者会 却是要回答自己的性别问题 让她好紧张 毕竟就是我没有见过什么大场面 我也觉得我可能不是什么 什么sumbody或什么的 就觉得第一次碰到这种大场面会有一点紧张 即使紧张还是保持微笑 刘勋爱的情绪看到部落格上 满满的鼓励留言之后 还是崩溃了 她说这场大地震 似乎震毁了她辛苦经营的一切 也震乱四周所有人 那她相信这都是上帝的安排 自己以前就很好强 以后当然还是要坚强走下去 最后还说流泪是因为大家相挺 动容是一位世界还有真爱 承认心情受到很大影响 但往事不愿多提 23岁的刘勋爱只要勇敢面对未来 大大的眼睛 挺挺的鼻子 逸林模特刘勋爱 全身上下都充满了女人味 她的骨架虽然很小 但胸部却很丰满 身材好到让女人斗喜度 但颜内衣展现好身材 看看她的皮肤白皙 一双眉腿又长又细 让人不敢相信她原来做过变性手术 不过由男变女最难改变的就是声音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疮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疤痕 不管是历经还是可历秀 变性后比女人还娇媚 但是一讲话就破功 我觉得刘勋爱现在是我的名字 对我也非常喜欢我现在的名字 但为什么刘勋爱的声音 会甜美的像个小女生 男生她是本身天生就是 就是声音很细 像我就是声音就很细 如果她很早期用这个女性荷尔蒙 有可能啊 医师推论刘勋爱可能没有经过变生期 也可能很早就开始使用女性荷尔蒙 所以从小男生 姚生一变变成性感女神 却让人找不到破绽 就连交往过的男朋友也不敢相信 她曾经是个男儿生